我騎到半路就被停權了 對啊 我都還沒有去到餐點 講到沒有用外掛 還被Uber一子擅自停權 台中的陳信懷送員相當無奈 他向蘋果新聞網投訴 這個月5日 他取餐後送到永春東路 送完餐 他接到平台派給他的新訂單 竟是要到3.5公里外的西屯路取餐 跑到一半 就接到所在位置有誤的警示 遭公司以他的帳號異常為由停權 讓他當場傻眼 他的定位就沒有跟著你們跑 完全沒有跟我們定位一起跑 走到哪他都沒有跟得到哪裡 他研判 系統可能判斷 他使用定位外掛才將他停權 你可能有造假或者是說有用到 定位 其他的那個外掛定位 事後他到臉書社團 誤會一子司機討論區 發現有許多外送員 因定位異常被停權 他們懷疑是接單系統的定位有問題 卻誤判外送員違規使用 定位外掛 大多數停權的不是我們年輕這一輩的外送員 也是有比較年長的叔叔或是阿姨 他們總不可能會去用外掛這種東西吧 他多次向公司反映只獲得罐頭回覆 會在兩個工作天回覆審查結果 直到第四天 公司才確認系統有問題 讓他上線接單 他說自己每天上線14小時 四天無法接單 損失約14000元 另一名核信外送員 也是在這個月5日 從一中街取餐後 送到一半發現 定位還在一中街 他依先前客服指示 重新開機 接著就接到停權兩天通知 定位外掛是利用程式衛裝自己所在的位置 最常見的是寶可夢玩家利用外掛 不必出門也可抓到吸保 外送員使用外掛 衛裝所在地可以多賺距離獎金 有外送員說 每單最多可拿約三倍酬勞 但若被抓到可能會被永久停權 若被以此坦承 系統出狀況 但不願回應 是否判定外送員 使用定位外掛程式才停權 只說已在研擬方案 以減少外送員的損失 台中市勞工局表示 外送員和外送平台 是偏向承攬關係 他如果沒有負用關係的話 他就不適用勞動進行法 律師表示 外送員可依民法 向外送平台求償 主張那個平台業者 沒有履行他的派單的義務 導致外送員受損害 不過平台可能會說 無法派單不代表外送員有損失 是否可拿到損失的金額 還有爭議 動新聞台中報導